那那个博尔法门在我们华严间是什么位置呢 粗诸菩萨 这个地方讲到实信位 实信菩萨跟粗诸是非常贴近 他所入的是相似的博尔法门 粗诸菩萨才是真正入博尔法门 那么你就晓得 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 从内心深处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这是真实功夫啊 在这上做功夫 那你对于这个经教的学习啊 会有快速的成就 就是你进步会很快 那如果还有对立 特别是跟人 跟人有对立 跟人有矛盾 跟人有猜疑 甚至于跟人有冲突 那你就决定 没有法子 入博尔法门了 对立是十八戒 严重的对立是六道轮回 出不了六道啊 可以说 六道是怎么来的 六道是对立来的 有对立就有六道 对立不能够放下了 六道就出不去 无论学哪个法门 念佛都不行 都不能往死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你说这个东西太难了 实际上不难 为什么呢 本来没对立 对立是个错误的观念 完全错了 自己并不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